相当好看的比赛 而且命中率都没有受到天气的影响 白天是蛮热的 但是到了晚上看起来感觉有点凉啊 Washburn上来之后好像微波炉啊 陈伯玉 陈伟佳瑞 张正牙今天防守都是比他高的 就是AB目前的得分 世青瑶 再给Washburn在三分外线 立刻还以颜色上来就得分 这就是比较少见的Washburn 42号No.42 射击高塔 领航暴徒燃烧你的矿 Jason Washburn 是非常的平凡 因为领航员在2月初的时候 2月11先对勇士 然后2月初就是AB目前的得分 快快快快快 世青瑶 再给Washburn在三分外线 立刻还以颜色上来就得分 这就是比较少见的Washburn 世青瑶手相当的快 再给卢俊翔三分外线 还是不进了 俊翔目前三分球四投零中 我来等一下Washburn 轻松的放进 上来马上快 相当好看的比赛 而且命中率都没有受到天气的影响 白天是蛮热的 但是到了晚上看起来感觉有点凉 Washburn上来之后好像微波炉 还是证明他们的团队防守 跟整个进攻还是有一定的稳定度 是 防守最重要的基石 一开始Washburn 投进的外线就射出了弓箭 然后接下来 藍底下放球 以及一个转身 担打Arteno 因为Washburn跟 单接只得到16分 别忘了上一场比赛 林航远只得到7分 这其实也要归功 工程师今天的防守非常奏向 对 工程师的防守今天做得很好 其实 靠一点那个命中率会比较高 好 Low Post Washburn慢慢摸进去 单打 伊波卡没有问题 今天虽然替武上震荡 陈柏宇 陈伟佳 陈伟佳 张正牙 今天防守都是比他高的 哎 这个球火锅 Washburn 如果要让佳瑞单打的话 其他人的空间感要拉得更开 这是李航远有机会逆转战局的机会 一个飞的位再进了 今天Washburn没有极限 哦 他今天命中率太高了 我已经换防了 哎呦 该进去 哎呦 这分数拿得很轻松啊 Mismatch Washburn得分 好的我们上半场精彩的比赛已经结束了 我们要来玩中场游戏了 那今天呢 中场游戏非常的刺激 是我们的 Washburn Ares在篮下 没投进 Washburn在另外一边要到球 犯规 Jeff Ares在第三节 单节就得了14分 他们两个的类型都防守端 带来一些能量 然后进攻可以有一些中距离的缴获 哇 但这个局防守很快的被Washburn给破坏掉了 Washburn 数据 再带开两步 有啊 打的很轻松啊 刚我讲的 他跟 Washb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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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shburn